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柯文哲市长可能看出租公里 有人知道这个 realized 有一阵子没什么讨论他 所以现在越眉越陷 都下猛药在痛批民进党 可是少廷议员虽然柯批表面上在民进党 可是实际上刚才我们这些议员有分析 实际上他就是要来抢国民党的票 因为民进党没料毕丽 国民党更差 这样选民 来一个选民 是不是就会跑到民众党去了 恐怕最后是两头空 我觉得八年前 我觉得先讲 柯文哲这个人最大犯的问题 就是不会饮水思源 八当情大家都知道 他是因为靠着民进党 把他拱上来 选上台北市长 经过这八年 他的确 这个是哪里的 所以他现在也成立了政党 有自己的人马了 他已经升为党主席 所以他其实 他会说这些威 当然不只声量 也是为了年底 民众党选机要选票 那我觉得 我这边只能先跟事件宜员抱怨一下 你去世间我没人 你没人到够败 你看你过去没妈 英雄好 韩国努好 没人都乖乖乖 你没人到够 你一条回去没人得累 就回来讲这个柯文哲 你柯文哲 我觉得他也不要怨天尤人 你先想想看最近民众党发生的一些 比如说党的内部的一些矛盾问题 还有他提名的这些问题 问题一堆 那难道这些问题 你只要把他给他丢到说 媒体有分的 蓝的 绿的 你就全部都没有问题了吗 难道你民众党这一些内部矛盾 或者说你提名的问题一堆 难道你一甩二就没有事情吗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这就是他在利用媒体 然后又要再造成他民众党另外一个声势 因为参加要搞了嘛 所以我妈说我觉得选举到了变成 你就看清楚他的真面目是什么 八年前他就是靠绿营的养分上来的 现在没有错 他知道说绿营就跟他切割了嘛 所以他现在要赶快又要赶快 是抱住吸一点蓝营的 然后再吸一点年轻的 再慢慢挖一点点绿营的东西来嘛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就是 身为一个党主席 他就是要赶快在2022的年底 确保民众党在选举中可以大获全胜 所以比较我只能够拜托世界医院的 但是又不要紧定点绿营的 52to5 30年轻转二 340年轻转三